午休時間 幼兒園裡小朋友疑似 還想玩睡不著 原本站著的老師接著揮舞玩具槌 就像在打地鼠一樣 或者是老師走路時 揮手推開小朋友 有家長看到這些情況 氣到頗網控訴 幼兒園老師不當管教 家長發現4歲大兒子 腰部5公分紅腫氣壞了 調閱監視器還發現其他狀況 控訴老師拿槌子打小孩頭部 那其實是一連串的暴打 打幾下不確定 認為兒子遭到幼兒園老師不當管教 家長立刻到警局報案 而這名老師也來說明 兒子看到老師立刻大喊 家長說兒子現在只要聽到 睡午覺三個字就會排斥大哭 也控訴老師太嚴厲 兒子不敢上廁所 引發尿道炎 實際來到這間幼兒園 涉嫌動手的老師已經離職 我們立刻請老師離職 深深對社會大眾 以及這位小朋友的媽媽 深感抱歉 有對孩子不正當的行為 我們會裁罰這個教保老師 六萬到六十萬 社會局接到家長投訴 正在處理中 而家長已經對涉嫌動手的老師提告 希望透過司法幫兒子討回公道 記得猜中及猜五言王蘇宏高雄到 我會inson 請教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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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